人人都能上网者的时代 比较结束 兄弟们 S29赛季要改为MMR匹配机制 也就是LOL端游的隐藏分机制 正如AG张角教练所说 新赛季还为了机制 听策划那边说改了 现在的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你越猛 你匹配到的队友就越蠢 下个赛季是你越猛 你匹配到的队友就越猛 你越菜 你匹配到的队友就越菜 这样以来 匹配到的都是实力相当的 质量局赢了有成就感 输了也心甘情愿 还能让一些普兴玩家 认清自己的真实水平 而那些峡谷百烂玩家 则会匹配到一起 在峡谷布标演技 这对飞车队玩家来说 简直是福音 对于混责玩家来说 上分更难了又不想提高自己的水平 这就导致他们很可能会退游 最后留下来的 都是认真对待团队竞技游戏的玩家 不过这几个赛季大量玩家退游 真的只是因为匹配机制吗 我想匹配机制只是一方面 很多玩家退游 其实是因为游戏玩法一直不创新 游戏都玩腻 这个机制只会让上分难度更大 如果不提升实力 就会一直处于低分段 如此一来 你们觉得MMR机制 真能改变游戏风气吗